男友有个十多年的小亲妹 宋文跟我说 李妙妙是她亲妹妹一样的存在 这不她的好妹妹 毕业要来A市了 为彰显她们关系的纯洁无瑕 宋文拽着我一起出现在了机场 娃娃WiFi提醒 好看的全文又来咯 报复报美的宝子们 能能借用你们的金手指 戳个小赞赞呢 感谢支持 下面郑文开始 只见一个穿着粉色连衣裙 扎着两个高马尾的姑娘 蹦蹦跳跳的从人群中跑过来 胸前的两个兔子 不安分的上下飞舞 这画面太美 我真是没眼看 只好尴尬的转过了头 宋文倒是眉目含笑的看着前方 此刻感觉我是多余的 没忍住 气了一声 他像没见到我似的 直接网过宋文 那对不安分的兔子 终于在宋文胳膊上 找到了栖息之地 他夹着嗓子撒娇道 大铁头 你想没想我 我闭眼 深吸一口气 想遏制住胃里的波涛汹涌 转念一想 嗯 有点像他那对兔子 我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绿茶打招呼的方式 可真是别致啊 断位应该不怎么样 宋文赶忙把林妙妙推开 并将还在他手臂上的胳膊拿了下来 妙妙 站好 成什么样子 宋文眉头拧在了一起 瞪眼看向林妙妙 林妙妙低下头 用手反复拧着裙脚 声如文银 对不起吗 我就是想你了 你别生气 后半句还带上了浓重的鼻音 好吧 我说回刚才的论断 这绿茶断位还不错 说哭就哭 已经可以吊打很多女明星了 气氛在沉默中逐渐尴尬 我见宋文深吸一口气 心想 她这是想起我了 这是你嫂子 江薇薇 宋文侧头看向我 嘴角勤着笑 语气里有些讨好的味道 大概是为显示我的身份 她的右手绕到我身后 扶上我的腰 稍微用力 我便倒向她怀里 我也顺势把头靠向宋文 林妙妙抬头瞪着我 像被抢了玩具的孩子 板着脸 眼中透着不甘心 我笑着向她点点头 就算是打不招呼了 见我和林妙妙都没说话 宋文甘大的挠挠头 随即眼神一亮 对 为了欢迎你 你嫂子特意给你准备了礼物 宋文略带歉意 看了我一眼 诺 欢迎林妹妹来A市发展 毕竟宋文现在是我男朋友 也不太好扶她的面子 我抬手把购带递到林妙妙面前 她看都没看一眼 接过东西 随口说了句谢谢 不看看是什么 我追问道 她这才不情愿地打开袋子 里面是瓶香水 蓝蔻奇迹 她瞥了一眼 语气冷漠 谢谢 我不怎么用香水 说着就要还回来 闻着她身上浓重的 有些刺鼻的香水味 我就是笑笑 我不说话 心想 这感情好 毕竟给她还不如给狗 感觉还是运动内衣更配她 宋文却在我接过之前 直接把东西塞到林妙妙的怀里 拿着 记住 这是你嫂子 宋文低下头 扶在我耳边道歉 妙妙就是小孩子脾气 你别介意 我也不跟林妙妙过日子 我还真犯不上介意 不过以我为民除害 匡扶正义的性子 这路有不平 还是忍不住想产几下 你宋文哥哥特意给你选的 我尽力笑得温婉贤淑 没想到 你居然不喜欢 哎 真是白费了一番心思 林妙呢 听完 煞白的脸又涨红起来 缓着双手将购物袋紧紧抱在胸前 大铁头选什么我都喜欢 她望向宋文的眼神中充满娇羞 她迅速把香水拿出来 往手腕上喷了几下 抬起手腕自己闻了闻 笑得满面春风 又将手腕伸到宋文面前 大铁头 真好闻 就知道你最了解我了 宋文推开她的手 面色不耐 可是林妙妙还是跟在身边穷追不舍 哎 我决定回家把我那瓶蓝扣奇迹扔掉 上车的时候 林妙妙抢在我前面 把手放在副驾驶的车门上 回头对我说道 薇薇姐 你帮我把行李放后面吧 大铁头高中时候 打篮球手腕伤过 拿不了中东西 哟 果然是青梅绿茶 绿茶本茶呀 哎 我这该死的胜负欲 这不就来了吗 你受过伤 怎么不告诉我 我绕过行李 握住宋文的手 干净修长的手指 每一根都长在我的审美上 你别听妙妙胡说 早就没事了 宋文拿起行李 放到后备箱里 走 上车 我从后视镜里 看到宋文尽力克制的笑容 宋文走到林妙妙前面 把她拦在身后 拉开车门 我上车前回头挑衅般的 朝林妙妙笑脸下 她不甘心地坐在后排 车门关的出奇响亮 一路上林妙妙都恨不得 窜到前面来 扶着前排座椅 探着身子跟宋文聊天 宋文倒是有一搭没一搭的 这份冷淡 丝毫没有减弱林妙妙的性质 小心 我冷不防地喊了一声 宋文一脚急刹车 林妙妙终于实现了 她想窜到前排的愿望 刚才前面有只小狗 还好没撞到 我长舒一口气 俯罗俯胸口 装作惊魂未定的样子 侧头看到大半个身子 冲到前面的林妙妙 用力憋住笑容 换上一脸关切 哎呀 妙妙 你要不要紧 这话说完 我真的有点控制不住了 赶忙把头转向车外 狠狠地咧嘴无声地笑了 哪有小狗啊 喂姐 你是不是故意的 回过头 果然撞上了林妙冒火的双眼 铁头 你看 林妙妙的家子鹰 练得不是很到位 所以听着总觉得有点别扭 她一边指着自己有点红的额头 一边伸向宋文 撒娇要吹吹 哎 我真的是 没眼看啊 宋文整个人都靠到了车门上 表情尴尬真名 活脱脱一个 要被霸王硬上弓的梁家富男 我心里还是有些高兴的 宋文的难得 还是不错的嘛 宋文 你先送我回公司吧 看到宋文这么为难 我还是决定挽救她一下 嗯 好 宋文习惯性地答应下来 薇薇 你今天不是休息 刚接了个活 这几天大概给加班 我随口扯了个谎 毕竟作为东道主 这几天还是需要陪林妙妙 到处走走逛逛 想想她那张脸 我还是去上班吧 宋文没再回答 而是狠狠瞪的林妙妙一眼 坐好 我要开车了 林妙妙乖乖地坐回后排 下车时 宋文跟我说 晚上来接我 一起吃晚饭 我点点头 转身走了 办公室里 陆瑶坐在我的位置上 陆总 竟然这么有兴致 我笑盈盈地走到她身边 点击脚尖 坐到办公桌上 那青梅 怎么样 陆瑶一脸吃瓜不嫌事 大的表情 嗯 你说对了 那不仅是青梅呀 是青梅绿茶 绿茶本茶呀 我终于控制不住地大笑起来 都发生什么了 赶紧对我讲讲 宋文呢 试个什么态度 陆瑶拍了我两下 让我赶紧讲 马上要当妈的人了 还这么八卦 当心教坏我刚儿子 我把她放在我腿上的手拿开 皱眉弯了她一眼 喂喂 你不够意思了呀 我怎么说的 哪有那么多妹妹 别跟我扯远了 你刚儿子的胎教 就是手撕绿茶 长大保准一撕一个转 为了照顾孕妇情绪 我事无巨细地 向陆瑶同学会报了 今天的全部情况 最后得出结论 绿茶段位不怎么样 陆瑶撂下狠话 谁还不是个绿茶了 咱家姜薇薇 就是绿茶祖师爷 我真的谢谢陆瑶全家呀 包括我那没出事的刚儿子 陆瑶是我大学同学 毕业后我拒绝了我爸 让我进家族公司的意见 决定自己创业 只有陆瑶支持我 他出钱 我出人 快下班的时候 宋文发了一条微信 问我什么时候忙完 要过来接我 我看了一眼 就摁捏了手机屏幕 没想到今天随口扯的谎 居然成真了 早知如此 我以后没事就多说几回 是不是就裁人滚滚了 至于宋文 他自己去应付自己的青梅绿茶吧 我可没时间也没兴致 男人哪有赚钱重要 更何况 还是个有苍蝇追着的臭男人 嗯 我这个正宫的心态 是不是有点不对 忽然想起 以前陆瑶说过 我不爱宋文 他给我下诊断的时候 我想反驳了 可是搜长瓜肚的想 也没想出来什么 我爱他的证据 首先 他死缠烂打了快三年 我才终于同意 跟他在一起试试 其次 跟宋文在一起的 这快三年的时间里 都是他在主动迁就我 好像我也没为他改变什么 重点是 我好像从来没担心过失去他 脑海里浮现的思绪打断了我 用力甩甩头 继续努力工作 电话响起 威威 我到你楼下了 你跟妙娜一起吃吧 我这边忙不完 我拒绝得很干脆 宋文在电话那头又叮嘱了几句 无非就是要好好吃饭 我敷衍的硬喝几声 便挂断了电话 连续五天 带着公司人忙得七婚八素 好在项目顺利完成 甲方爸爸很满意 长舒一口气 才想起来 已经五天没跟宋文见过面了 他也知道我忙起来工作不要命 与工作无关的电话 都会让我进入暴走状态 所以他也只是发了几个微信 提醒我按时吃饭 注意休息 也就算是尽到男友的义务了 好歹也是名正言顺的男朋友 我拨通了宋文的电话 告诉他项目顺利结束 办公室里的行军床 可以暂时别起来了 微微 你不用这么拼 我养得起你的 电话那头 宋文的语气温柔浅倦 宋文算是个富二代 在他爸的公司 坐到了副总的位置 我手下十几人的小公司 在他眼里自然是不值一提 江微微天下第一 我笑着给自己打气 岔开了他的话题 这三年来 我尽力适应宋文 时不时的真情告白 可是每次听到 还是会感觉鸡皮疙瘩起了满身 其实也难为宋文了 那些土味情话 从他这个近习老干部的嘴里说出来 想必他身上的鸡皮疙瘩应该比我多 隔着电话 我听到宋文深深的叹息声 我们两个都没说话 微微姐姐 铁头说明天要带我去游乐场 林妙妙略带炫耀的语气 打破了电话里的沉寂 背景里还有宋文想抢回电话的声音 微微 我妈让我带妙妙到处走走 项目也完事了 我们一起去游乐场吧 宋文小心翼翼的询问我 我就不去了 最近有点累 想回家好好睡个觉 你们玩得开心 我转了转有些僵硬的脖子 挂掉了电话 早上我在湿漉漉的枕头上醒过来 抬手一抹 满手泪水 上一次去游乐场 还是高考结束的时候 鬼使神拆的从枕边摸出手机 给宋文发个微信 几点 我去 随后就把枕头翻过来 准备睡个回笼觉 再睡就一点也睡不踏实了 脑子里总想起陆瑶说的那句 咱家姜薇薇就是绿茶祖师爷 既然睡不下去了 索性就起来收拾 看了眼手机 宋文连着发了好几条微信 居然还用了很萌的猫咪表情 我也懒得打字 发了一个OK的表情 就直接把手机扔到床上 光着脚走进浴室 哗哗的流水声 把时间拉回到从前 从前是多久之前的事情了 我用力摇了摇湿漉漉的头发 水滴顺的头发甩向四周 吹干头发 扎起干净利落的高马尾 换上一身运动装 拿起手机 直接拨了宋文的电话 我收拾好了 你到了吗 在楼下 我静止走到宋文的车旁 拉开后座车门 首先冲进眼里的 就是一堆米奇大耳朵 往下看就是林妙妙吃惊的脸 早 我敷衍地打了个招呼 直接把车能关上 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 宋文递过来背声音拿铁 这时候觉得 不止宋文不了解我 我好像也不了解宋文 他明知道 我只喝冰美式 可却坚持不懈地 给我买声音拿铁 其实我并不喜欢冰美式 只是有个人喜欢 所以我就喝冰美式 好像这样就能靠近他一点 慢慢地就变成了习惯 一路上林妙妙居然安静地出题 不自觉地 就把一杯声音拿铁 喝了个金光 宋文邀功般地 拿出一份手写的攻略 大铁头 你真是太厉害了 攻略居然这么详细 林妙妙从宋文的手中 抽走了攻略 他还没来得及翻看 就被宋文抢了回去 林妙妙嘟着嘴 脸上的不满 一点都克制不住 呀 这是个双人攻略呀 林妙妙把头伸在宋文胸前 做出一副认真看攻略的样子 实际头只差一点点 就贴到宋文的胸口上了 微微姐工作忙 还以为你今天没时间呢 早知道微微姐来 我就让铁头做一份三人攻略了 林妙妙故作遗憾地抬头看我 让我很难忍住 想抽她的冲动 嗯 对对对 亮到最体贴了 我一边说 一边斜眼看向宋文 她好像并未在意 我们这边已经剑拔弩张了 宋文把攻略塞进兜里 拉着我的手就进了游乐场 林妙妙一脸不甘愿地蹬在身后 宋文拽着我玩了几个项目后 林妙妙看我的眼神 已经能够进行迹象扫射了 终于在过山车面前 她再也忍不住 大铁头我想玩过山车 但是你知道的 我害怕 你能不能 我看戏班的看着他们两个 我心到 今天果然没白来 好戏这不就开场了吗 我见宋文没有说话 而是皱着眉头 本着助人为乐的原则 我替林妙妙把剩下的话说完了 妙妙自己不敢坐过山车 想让她的铁头哥哥陪她呢 这一句话 我说的是千回百转 阴阳怪气 你林妙妙终究还是卡在这字上 没了下文 宋文看了看我 威威 你陪妙妙玩吧 我去给你买冰淇淋 好妹妹 姐姐陪你啊 虽然我的大脑告诉自己 要努力控制住自己逐渐疯狂的笑容 但是表情管理这种事情 还真是不大好做 林妙妙见宋文转身走了 再也顾不得形象 瞪了一眼 气呼呼的走了VIP通道 我跟在后面 等她做好的时候 我一脸歉意的跟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不好意思 我还是有点害怕 让后面的人先上吧 我跟林妙妙招招手 就出去了 你 听到林妙妙咬牙切齿的声音 我还是不厚道的笑了 宋文拿着冰淇淋等在出口处 我们两个在出口处吃着冰淇淋 等林妙妙 一直沉默着 没有说话 天气很热 有人跟我说 你考上A大 我答应陪你做一件事情 我选择了游乐场 我以为那是我这辈子 唯一一次来游乐场了 没想到我又来了 林妙妙出来 第一眼就看到了我 我见她的样子 也不像她自己说的那样害怕 可当她的目光 落在我身边的宋文时 一副脚柔造作就演了上来 用手指摁着太阳穴 朝宋文身上倒过去 宋文如临大敌般想躲闪 大约是真怕林妙妙摔到地上 双手在空中停顿了下 还是接住她 然后迅速把她的身子靠向我 我也想躲开的 但是看着我手里的冰淇淋 只0.1秒的时间 我便改了主意 果然林妙妙没让我失望 在我手里的没吃完的冰淇淋 还差一厘米 就对到她脸上的时候 她非常合适宜地清醒过来 来 吃个冰淇淋 压一压 我把宋文手里 另一个没动的冰淇淋 递给林妙妙 她接过来的时候 蚊子般的声音 跟我说了一句谢谢 吃了没几口 她就盯上了宋文手里的 大铁头 让我尝尝你的 说着就把头伸了过去 宋文警惕地 护住自己的冰淇淋 身子往后躲 我在一旁看着只想笑 铁头哥哥 我也想尝尝你的 我很少用这样温柔的语调 跟宋文说话 万年冰山脸也难得红了一下 宋文把她手里的冰淇淋 递到了我面前 还害羞地不敢看我 我眯着眼睛笑道 果然还是你的冰淇淋甜 跟铁头哥哥一样甜 说完 我还亲了宋文脸颊一下 她的脸上被我沾上了冰淇淋 笑容刚浮上嘴角 就凝固住了 眼前这个画面太熟悉了 当年我就想对她这么做 但是那时候我胆子太小了 原来陆瑶说 我是绿茶祖师爷的那句话 是肺腑之言 以前只是我不想承认 但是真的有人在我面前 把所有的事情演出来的时候 我再也不能装都看不见了 后来的行程 我一直兴致不高 算是敷衍着游完全程 宋文也看出来我 他以为我的心不在焉 是因为林妙妙 他略带歉意地跟我说 下次我们自己来 我笑着轻轻摇摇头 不关妙妙的事 我就是有点累 我面对宋文 抓着她的双手 郑重道 宋文谢谢你 她没说话 而是用手揉了揉我的头 我佯装生气地 把她的胳膊拽下来 会乱的 攥起拳头 做出要打她报仇的样子 宋文扔高腿长 几步就跑了出去 我一边追一边对她喊 你别跑 放心 我不会打死你的 游乐场的一行 终于在我和宋文的 打闹声中结束了 很奇怪的是 林妙妙竟然变成了 我和宋文约会的钉子虎 兴许是林妙妙的原因 我和宋文的约会 明显变多了 也不知道 我是想见宋文 还是想见林妙妙 林妙妙就像一面镜子 照出以前的我 高中时候我也是这样 也好妹妹的身份自居 内心觉得自己 才是顾远的青梅竹马 她的官配 所以在她交了女朋友的时候 就觉得自己最心爱的东西 被人抢走了 可实际上 我好像从来没有拥有过 又何谈失去 所以我还是很感激林妙妙的 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展示了当年的我 是多么的招人烦 终于一次吃饭的中途 宋文接了个电话 回公司了 剩下我和林妙妙一VSE 咱俩尴尬的 只有吃东西 发出的轻微声响 两个人一句话都没有说 毕竟我跟她 真的没什么好说的 你跟铁头哥 是怎么认识的 林妙妙的语气中 充满敌意 嗯 不知道 我仔细回想了一下 还是不知道怎么认识的 或者说 我是她的蓄谋已久 你不喜欢她 为什么要和她在一起 林妙妙放下手里的刀叉 死死盯着我 试试 天长日久 兴许就喜欢了呢 我带着上位者的骄傲 轻笑道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别说天长日久 就是天荒地牢 也不会改变的 林妙妙撅着嘴 狠狠切着牛排 大约她觉得那是我的肉 看着林妙妙的样子 我竟然有些高兴 像打了胜仗的将军 转念 就对自己嗤之以鼻 这么大人了 还要成口舌之快 不过确实挺开心的 哈哈哈哈 两个人 尴尬地吃完 就各回个家了 我以为 我的生活会 永远平静地像一潭死水 一直到 顾远以甲方爸爸的身份 出现在了会议室 我慌晚之下 弄洒了面前的咖啡 顾远从兜里 拿出白色手绢 贴心地替我 把文件夹上的咖啡擦掉 可是里面的材料上 还是沾上了咖啡字 我略带抱歉地说 还请各位稍等一下 我再去印一份材料 没关系 这份给我 顾远拿走那份 喝过咖啡的文件夹 顾远的脸上 还是我熟悉的笑容 还是云淡风轻的语气 就像小时候 即使看到我身上的伤痕 也会若无其事地 给我倒水 拿零食 每次我爸妈把家里 砸得细巴烂的时候 我都是躲到了顾远家里 她不会问我发生了什么 不会用同情的眼光看我 我就是一个 来找她玩的邻家妹妹 江总 我们开始吧 顾远的话 把我从回忆里拉了回来 我站在前面 亲自讲解策划方案 眼神扫过顾远的时候 只见她随意地靠在椅背上 翘起二郎腿 文件夹摊开在腿上 右手转着笔 嘴角有好看的弧线 四目交汇 她笑着点头 眼中满是赞许 这个眼神 我记得 和当年我拿着A大的录取通知书 跟她兑换奖励时一模一样 我微微汗手回应 终于 我再一次可以坦然接受顾远的赞许了 小时候 我是我爸妈嘴里那傻子 只有顾远跟我说 咱们微微不止好看 还最聪明 在我的讲解结束的时候 顾远放下手中的笔 带头站起来鼓掌 即使多年未见 顾远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 永远的体贴周到 知道你想要什么 还会做得恰到好处 没有任何意外地签了合同 握手的时候 我很官方地说了一句 顾总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签约完成后 顾远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直到我跟她说 顾远 好久不见 顾远终于如释重负地笑了 好久不见 还以为微微不记得我了 底下人吃惊地看着我们 刚见到顾远的时候 我应该也是这个表情 毕竟之前连我都不知道 要跟我们签约公司的老板是顾远 江总 不打算请我去办公室喝杯咖啡 我才发觉 我跟他一直站在会议室里 人家现在是甲方爸爸 我这样确实与理不合 赶忙把顾远请到了办公室 谢谢 顾远错了一口咖啡 是谢我 还是谢咖啡 我挑衅般地笑道 谢谢微微 还记得我的口味 顾远一字一句 说的质地有声 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荣幸 能请江微微女士共进午餐呢 多谢顾总美意了 不过今天不巧 我约了男朋友 下次吧 我扯了个谎 拒绝了顾远的邀请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只是在他说 谢谢我还记得他口味的时候 我忽然想喝声音拿铁 想到送了那张扑克牌的脸 就忍不住想笑 后来 顾远打着监督项目进度的旗号 总出现在我们办公室 每次也都不会空手 各种的奶茶 咖啡 小蛋糕 不断投味 再加上他那张英俊的脸 每次出现都能收获办公室 小迷妹们的心心眼 只是我的秘书 一直不待见顾远的样子 好像他带过来的东西 都被吓过毒 微微 我订了露营地 后天周三 想跟你们公司一起搞个团建 顾远递给我一杯冰美食 我没有接 而是在袋子里 翻出了一杯声音拿铁 一边喝一边答道 顾总怎么要跟我们一起团建 是看上我们公司哪个小姑娘了 你也知道 我那是创业阶段 人少 出去玩还是人多热闹 而且我刚回国 也没什么朋友 最重要的是 那个营地 有树屋 嗯 也行 我们公司也好久没团建了 那就沾一次顾总的光吧 陆瑶听说 我要跟顾远的公司一起团建 他不顾自己九个月的身孕 直接杀到我办公室里 关紧房门 贴着我坐在沙发上 微微 你怎么想的 陆瑶一脸八卦的凑过来 没怎么想啊 有人出钱对我们搞团建 干什么不去 而且 我们确实很久没出去玩了 别打岔 你知道我要问什么 陆瑶的眉头拧得更紧了 瑶瑶 我真的不是以前的姜薇薇了 很多事 其实我知道 我紧紧握住陆瑶的手 你知道 陆瑶的声音发颤 我的心漏跳一拍 陆瑶只要在撒谎的时候 才是这样 这丫头指定有事情瞒着我 所以 是你先说 还是我先说 虽然我不知道 陆瑶在什么事情上瞒了我 但是我还是决定要炸他一下 你先说 你先说 陆瑶罕见的耸了 我觉得他指不定在背后密谋了什么 还是你先说吧 孕妇优先 我笑着摸了摸他肚子上 鼓起来那个大包 应该是我干儿子 在伸胳膊伸腿 陆瑶深吸一口气 打算跟顾远在一起 我拿起茶几上的声音 拿铁喝了一口 不打算 毕竟我也是有家事的人 那你还接顾远的单子 还同意一起团建 陆瑶眼睛瞪得像同龄 全公司上下十几个人 等着我吃饭呢 有钱赚干什么不赚 有人花钱 团建干什么不去 我白了陆瑶一眼 陆大小姐 你真是不懂人间疾苦啊 以前我和陆瑶 总是打得闹闹 在陆瑶怀孕后变成了 他对我单方面的殴打 挨了他几肩粉泉之后 陆瑶总算是满意的离开了 晚上的时候 我翻了以前的相册 曾经我特别想有一个树屋 在父母吵架的时候 能够让我躲起来的地方 顾远家就是我的树屋 从出生到18岁 我大概所有快乐的回忆 都是关于顾远的 后来遇到了陆瑶 他让我感受到了自由 就是那种从小泡在蜜罐里长大 天上地下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 自由而充满旺盛的生命力 他说 他一开始特别看不上我 觉得我是一只孔雀 总希望大家的目光停在我身上 我承认 从小也没有人关注我 而且高考后 顾远拒绝了我的表白 所以大学的时候 我严格控制体重 精致到头发丝 每一身衣服都提前搭配好 其实我只是想证明 我值得 证明顾远拒绝我 是他的损失 陆瑶让我知道 我不需要把自己 活成一个精致的花瓶 我值得 仅仅是因为我值得 另一个重要的人就是宋文 一个嫩葫芦 哈哈哈哈 想起他 就控制不住的想笑 在一起之后 才知道他跟我不仅是大学校友 我们还是高中校友 只是那时候我眼里只有顾远 根本不知道 宋文是何方神圣 陆瑶说 我是顾远账目 连宋文这种冷面帅哥都不知道 宋文大意时候开始追我 执着的追到大三 我答应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他的脸胀得像一个红苹果 说话也变得结结巴巴 他那副纯情小少年的样子 让我笑了好久 我给宋文打了电话 让他明天来接我 到公司 然后我们一起去露营 不出所料 林妙妙果然也在车里 公司楼下 我给他们简单介绍了一下 当然 着重介绍了一下林妙妙 身份吗 就是好妹妹了 顾远看我们的眼神 意味深长 当年出现在他历任女朋友面前的时候 我对自己的介绍 也是顾远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妹妹 真是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啊 如果让那些妹子知道 我男朋友现在也有个好妹妹 大家会笑得合不拢嘴巴 到了露营地 宋文果然是个宝藏 大家吵吵闹闹 跟他毫无关系 默默地帮我把东西整理好 这起炉子开始烤肉 同时烧水 冲咖啡 还不忘记给我包神花生 简直就是时间管理大神 我看着林妙妙围着宋文叽叽喳喳 实在看不下去 就过去帮忙 宋文总是在不经意间 就把我手上的东西拿走 结果就是 林妙妙吵吵闹闹 连个眼角余光都没得到 我在边上帮忙 结果所有工作都是宋文干的 想起以前看综艺时候的问题 如果到荒岛上 只能带三样东西 你会带什么 我只要带宋文就好 顾远也很忙 像花蝴蝶一样 飞来飞去 果然顾远招女孩子喜欢这件事情 是刻在DNA里的 暮色降临 一堆人开始玩游戏 顾远永远都是游戏的主角 宋文不打算参加 但是耐不住我的软磨硬泡 还是同意参加 看着他一脸便利的样子 我就想笑 林妙妙自告奋勇地 坐在宋文旁边 顾远去拿饮料 回来的有点晚 应在我身边挤了个位置 玩罗伯敦的时候 开始分组 我们四个坐在一起 也分到了一起 游戏开始的时候 我还能跟得上 到后来完全是靠宋文 他捏我右手 让我能第一时间跟上节奏 最后我们居然赢了 我觉得他们是偷摸给领导福利 毕竟俩老板都在我们这组里 顾远满脸委屈地跟我说 薇薇你不够意思 刚才也不说提醒提醒我 我没回答 而是笑着看向宋文 宋文低头看我 行了江总 别秀恩爱了 对对对 给我们单身狗一条活路吧 来来来 吃东西了 宋文和顾远 各拿了一个肉串 伸到我面前 我迟疑了0.3秒 李妙妙就把宋文手里的 牛肉串抢走了 薇薇姐 我知道你不喜欢吃牛肉 我最爱吃了 谢谢大铁头 李妙妙张嘴要吃 又被我狠狠抢了回来 我的 宣示主权般地扔下两个字 眼尾余光 看到顾远尴尬地 停在空中的手 他自己一个人 靠在栏杆上吃了起来 休息一会 开始了第二轮游戏 林妙妙的提议 我爱你 不要脸 规则很简单 要和自己左边的人说 我爱你 和自己右边的人说 不要脸 一旦有人说错就要受罚 可以是罚酒 真心话 也可以是大冒险 宋文在我右手边 顾远在我左手边 按照规则 我应该对顾远说我爱你 我说不出口 即使在高考结束 表白的时候 这三个字 我都没能说出口 对宋文 我也没说过 总觉得 这算是一个承诺 是只能说一次的那种承诺 我满脸 尴尬地看着桌子上的酒瓶 暗自盘算 自己能喝多少杯 游戏开始前 宋文居然学着顾远的套路 拿了几瓶酒 挤到了我和顾远中间 起哄的声音轰然响起 林妙妙一脸吃惊地看着我们 我也没想到 宋文居然真的会换位置 游戏马上开始 顾远坐到了我右手边 林妙妙也不甘示弱地 换到了宋文的左手边 弯下腰 一脸得意地看着我 咱们四个人 只有我还坐在原来的位置上 游戏开始 前面的几个人还算不错 只有我小秘书说成了我不要脸 轮到顾远时 他对我说我爱你 不像其他人游戏时说得那么快 那么含糊不清 而是清清楚楚的一句 我爱你 听到这句的时候 我心跳漏了一拍 这是18岁时候的江薇薇 最想听到的一句话 我被罚了 我选喝酒 端起酒杯 还没到嘴边的时候 宋文和顾远的手 一起握住酒杯 我替微微喝 一口同声的话 起哄的声音更响了 我满脸通红的 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我是他男朋友 果然宋文这一句是绝杀 从我开始 我对着宋文 快速地说 我爱你 说完之后 心跳久久不能停复 宋文也愣住了 按照规则需要惩罚 宋文二话没说 喝了一杯 我坐在宋文的右手边 按照规则 他应该跟我说 不要脸 大家一副吃瓜不咸是大的表情 等着宋文对我说不要脸 林妙妙更是满脸的春风得意 等着宋文跟他说我爱你 宋文又错了 对着林妙妙 自证腔圆地说了一句不要脸 不得不说 这是我全天最开心的时刻 只不过 宋文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第二次错的惩罚是真心话 出题人是顾远 我心里咯噔一下 指定不会有什么好问题 宋先生 在微微之前 有没有过女朋友 大家面面相去讹 窃窃思语声传来 仔细听还是能够听得出来 他们在说什么 我就说 顾总对我们江总不一般 钱你有啊 这可是宋命题 有好戏看了呀 所有人都看着宋文 宋文抓住我的手说 没有 微微是我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女朋友 被人坚定的选择 原来就是这种感觉 不用担心 自己会被放在天平的异端 被衡量 被比较 哇 酥了 简直就是偶像剧 哇哇哇 真的太好磕了 我对着顾远说 不要脸的时候 没有一丝迟疑 如果我爱你那句话 不是出现在最需要她的时候 那么以后 她也没有出现的必要了 准备睡觉的时候 有两个树屋 大家起哄 让我和宋文一起 但是顾远和林妙妙 坚决不同意 最后宋文和顾远 我和林妙妙 很奇怪的组合 靠着树屋的木质围栏 跟宋文一起看星星 天上星星很多 这是在市区看不到的景象 咱俩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 我能感受到 林妙妙在身后凶残的目光 我第一次 主动跟宋文聊起顾远 只是还没来得及说几句话 电话就响起来了 陆瑶在医院 产期提前了 在我一再的追问下才知道 她洗完澡 从浴室出来的时候 摔了一跤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宋文直接去开车 带我到医院 顾远听说之后 也直接开车一起去 林妙妙虽然不知道原因 但是也上了顾远的车 一路上宋文边开车边安慰我 我一直没说话 脑子一片空白 当赶到医院的时候 陆瑶已经进手术室了 剖腹产 六斤八两 男孩 一直在手术室门口 等到护士把他们送出来 亲眼看到她母子平安 我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眼泪不受控制的掉下来 你吓死我了 知不知道 我一边哭 一边用手轻轻砸了几下床眼 好了好了 我这不是没事吗 陆瑶伸手帮我擦眼泪 结果越擦越多 你刚儿子 怎么那么丑 陆瑶皱眉对我说 是不是随你了 啊 丑就是我刚儿子 好看就是你儿子是吧 陆瑶同学 人心不能长得像你这么偏的 打去了几句 我就从病房出来了 刚生完孩子 还是需要让他好好休息 等到走出医院门口的时候 我才看到顾远的车 就停在我们旁边 刚才一路往医院跑 根本没在意过其他人 我刚儿子满月酒的时候 李妙妙跟我说 打算回到毕市了 让我好好对宋文 如果我对宋文不好 他会杀回来 把宋文抢走 顾远把公司卖了 我的甲方爸爸换人了 新老板人还不错 从来没为难过我们 我和宋文的婚事也提上日程 我没通知家里人 通不通知也无所谓 我又不在乎他们的财产 大不了脱离亲子关系 我爸也有私生子继承家业 我妈身边难办也不断 谁也不在乎我 见了宋文的父母 终于明白 他为什么会是那么内敛的性格 一起吃饭的时候 宋爸爸把鱼刺挑干净 不动声色的 放到宋妈妈的盘子里 宋爸爸要抽烟的时候 宋妈妈伸手挡在烟盒上 宋爸爸就不好意思的 把烟收起来 他们不说爱 也不对宋文说爱 但是爱存在于每个细节 就像宋文会给我做便当 然后在我拼命工作的时候 反复嘱咐 我要好好吃饭 后来我就知道 便当是宋文做的 毕竟我还没遇到 哪个商家会那么仔细的处理食材 虾线是挑的干干净净 虾虚剪的整整齐齐 尖刀鱼没有鱼鳞 没有果淀粉 西兰花每一朵大小都基本一致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出餐 还卖的那么便宜 想必是要亏得底朝天的 所以我结婚 我的小弟叔居然最开心 他说自己磕的CP终于要结婚了 现在我也没有办法列举出 我爱他的证据 那么多追求者中 我能决定和他在一起 就是最好的证据吧 陆瑶也终于坦白了 林妙妙算是他和宋文顾的群演 让我有危机感 在我面前演绿茶 只是 我和林妙妙更像是一类人 我知道 他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群演 那句 我还会回来的 是真的 只是 我是不会给他机会的 宋文更不会 宋文翻来 陆瑶跟我说 微微对我不冷不热 是因为他没意识到 自己喜欢上了我 其实我是不敢相信的 毕竟他是那么闪闪发光的人 我总担心 我沉默的性格 会让他觉得我不爱他 或者让他觉得 自己是无关紧要的人 我爸妈就是这样的人 虽然他们相爱 可是却从来不会表达 我希望微微知道 我是爱他的 我总是时不时的 给他准备礼物 更是学着网上教的 表白方式表白 看着他因为努力憋笑的脸 好像我的方法不太对 虽然我也会觉得有些尴尬 但是看到他笑 我就很开心 从小我就独立 喜欢自己一个人 也不会感觉孤独 可是遇到微微之后 夜晚的时候 我会觉得孤独 会想如果此刻他在我身边就好了 可能这就是爱吧 林妙妙毕业要来A市发展 本来我是不打算接待的 毕竟我已经忘记 他长什么样子了 在机场的时候 我脑子里不断幻想着 一会儿微微看到林妙妙 是什么表情 我就控制不住的想笑 结果 W微微好像并不是 十分在意林妙妙的到来 当林妙妙 搂住我胳膊的时候 我强忍住 没有把他一把推开 上车的时候 看到微微宣示主权般的举动 我心里着实暗爽了一把 我带微微去游乐场了 路遥说 微微高中毕业那个假期 去了一次游乐场 就再也没去过 原计划是我带着林妙妙坐过山车 刺激一下微微 可是只要看着微微 任何可能让他不开心的事 我都做不出来 路遥说 只有把微微逼出去 他才能证实自己 可是我不想 我害怕微微是真的不喜欢我 从来没想过 我居然是这样胆小的一个人 我以为在游乐场 可以看到第一次见到的微微 明媚的笑容 孩子般的天真 就像一束光 直射到心底 微微的心里有一个人 我是知道的 只是我一直没深究过 这个人到底是谁 在游乐场那天 他情绪不高 好在最后要走的时候 我又见到他开心的样子 这样就好 只要此刻他是爱我的就好 后来 我终于见到他了 很帅 笑起来皮坏皮坏的 感觉我跟他 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想到微微喜欢的是这种类型 我确实有点难过 我那么无趣 微微是不是永远不会喜欢上我 他来跟微微公司合作 微微从来没有那么正式的强调 我是他男朋友的身份 即使在林妙妙面前 而我也看出 他对微微眼神的不一样 大概就是天诚的警觉吧 我知道他这次 不仅仅是谈合作那么简单 林妙妙也掺和了进来 我以为我要失去他了 可是并没有 微微终于愿意 跟我说以前的事情 他爸爸是集团老总 有个私生子 前几天终于跟他妈妈办了离婚 私生子进门 他说起这些的时候 很开心 他说起自己以前也是个绿茶 可是现在想清楚了 不爱就是不爱 当年的江微微 确实爱过顾远 但是那毕竟已经是过去时了 现在的江微微 决定爱我 转折应该就是陆瑶生孩子时候吧 微微说 陆瑶在手术室的时候 他很紧张 只想攥着我的手 等到出医院门时候 才注意到雇员也来了 他才意识到 自己早就不爱他了 我很开心 微微细数了 我偷偷为他做的事情 我的脸越来越红 他胃不好 工作起来还不要命 我只能买通他的秘书 亲手给他做便当 他公司在起步阶段 我只能多帮他拉拉业务 他没有合适的员工 我就替他去招聘 挖墙脚 他不想别人知道他的家事 我就装作一无所知 我只想尽我一切对他好 从高中时候 我就喜欢他 这份喜欢终于有结果了 微微向我求婚 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 我爱他 如果一定要加期限 就是永远 林妙妙翻外 我是林妙妙 我是个绿茶 还是一枚合格的青梅绿茶 我是喜欢宋文的 所以大学毕业 我打算到A市发展 即使我父母已经给我安排好工作 我还是执意要来A市 我装作不经意的 跟宋文妈妈透露 我想到A市发展的意愿 没想到宋文主动联系了我 这是我不敢想的 毕竟他居然千里之外的性格 我握着电话 深呼吸平复了一下心情 接了电话 才知道他是想让我演他的青梅绿茶 青梅竹马的好妹妹 我喜笑颜开的答应了 我这也算是奉旨挖墙脚了 我是喜欢他的 我喜欢离他很近 喜欢他身上松木香水的味道 但是我也没忘记自己的职责 我跟自己说 我不是个绿茶 我就是在完成任务 在他们楼下的时候 我看到宋文的眼里只有江薇薇 我那么珍视的人啊 怎么会在江薇薇的面前那么渺小 我加了江薇薇闺蜜的微信 跟他汇报情况 其实我是不开心的 宋文的眼睛一直在江薇薇的身上 连余光都没分给我 最让我难过的 是跟江薇薇单独吃饭的时候 我问他 不爱为什么要在一起 他挑衅的眼神 让我替宋文不值得 怎么就会喜欢他呢 我见到了江薇薇喜欢的人 而且我也看得出来 那个人是喜欢江薇薇的 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 把宋文让给我吧 露营让他们两个大男人变成了人间修罗场 我坐在宋文的左边 按照规则 他应该跟我说我爱你 可是他没有 他宁可接受惩罚 即使是游戏中 玩笑的一句我爱你 我也没等到 然后就听到了宋文的深情告白 可我还是不甘心 我还是抱着一丝侥幸 希望江薇薇最后发现自己是喜欢顾远的 他们双速双飞 我安慰宋文受伤的心 只几个小时 就让我看清了现实 在医院的时候 我和顾远离江薇薇并不远 可是全程他都没注意到不我们 他在最担心的时候 紧紧攥着的是宋文的手 我终于相信他闺蜜的论断 江薇薇只是一直没有踏出自己的回忆 他是爱宋文的 我跟公司提交了离职申请 办了工作交接 在他闺蜜儿子的满月宴上 正式道别 只不过我说 你要对宋文好 要不然我还会回来的 只是我们都知道 我回不回来都没有任何意义 就这样吧 这世界上三个腿的蛤蟆不好找 两条腿的男人还不满大街都是 下一个更好 下一个更乖 全文完 喜欢的宝子们 关注走一走 一路爽到没朋友